這對我們來說 意義相當重大 臺灣跟美國簽署了這個備忘錄 設立了海巡工作小組 就被解讀是為了反制中國的海警法 新冠軍長蘇貞昌表示 各方協力就是為了維持和平 學者則認為這臺美海巡 一直都有合作 這一次公開台面化 象徵臺美互信增加 對中國海警帶來的白色威脅 也能比較有效合阻 以棘手代替握手 美東時間二十五號上午 駐美代表蕭美琴和美國在臺協會 AIT執行理事藍英 簽署設立海巡工作小組 了解備忘錄 被解讀是為了反制中國 在二月一號實施的海警法 這也是美國總統拜登上任後 和臺灣簽署的第一份合作 備忘錄 確立臺美雙方目標 包括保存海上資源 降低非法漁業 參加海上聯合搜救 及海上環境因應活動 美國海岸巡防隊近年來也開始走向海外 因應中國海警和海上民兵可能帶來的灰色地帶衝突 如今臺美簽署備忘錄可能牽動區域戰略平衡 這些事情假設是牽涉到 比如說像釣魚台 獵魚的增益的話 那我們還是得非常的謹慎去處理 未來臺灣還有美國日本 還有甚至美國跟東南亞國協的國家 會有更多海上執法的合作 那對中共的海警這種白色威脅 就是可以比較有效的嚇阻 簽訂新的備忘錄也讓臺美之間的夥伴關係 更加深化 邁向另一個里程碑 華視新聞 影志剛 潘家任 江生宏 翁前晃 台北報導